現在是9點26分 我正在看林靜化寫給我的卡片 今天是林靜化的主播 最後一次在我身邊報新聞 就是他有找到工作了 在這邊我要祝福他之後 的旅程都會非常的 有趣 好玩跟特別 如果太平順我想應該也會很無聊 所以我希望你接下來的日子 都是非常有趣的 謝謝你的卡片 它上面有寫說 他覺得失去不再是捨不得 他覺得人跟人的緣分只是鬥點 不是句點 透過某種連結緣分 就會產生聯繫 好啦 謝謝你啦 林靜化主播 也謝謝你送給我的偷顧 然後呢 我忘記在我要跟你交換的禮物了 所以我會把那個禮物 拿給你的室友黃憶傑主播 這樣子好嗎 好 那現在聽到的這首歌 就送給你吧 林靜化主播 這是來自Air的 Cherry Bluonsome Girl 歡迎收聽娛樂宅集變 我是林靜化 首先為您送上亞洲娛樂消息 日本歌姬信田來為 抵台為演唱會暖身 現在南港伊里基文創會館開場 並將日本巡迴演唱會的內容 原支援會辦到台灣 這是他第三次來台舉辦演唱會 而身為台灣媳婦的她表示 希望在彩排空檔能品餐 小籠包 觀夜室和享受安膜 她這次來台沒有安排任何通告活動 期待將最好的表現展現在點唱會上 剛從美國遊學充電回來的女星 所以您今天下午出席活動 在國外一個月的她將課程排得滿滿 希望能學到多一些東西 她也表示自己從高三就出道當模特兒 開始拍戲 過了30歲即將邁向人生的另一個里程碑 對自己有更多不同的要求及期許 希望將演技模特更上一層樓 挑戰更多元的角色 而被問到結婚進度 她對此表示目前還沒有計劃 一切順其自然 由男性雜誌舉辦的摩托爾大賽 在昨晚舉行總決賽 不少明星為活動加持現場形容地異 而在活動上最受人矚目的是 剛剛容生奶爸擔任表演家屋的陳曉冬 她在台上一口氣演唱了多首經典情歌 主辦單位更安排了陳曉冬的妻子 現身舞台 讓陳曉冬本人驚喜不已 而這也是夫妻朗的首度同台表演 兩人最後還上演浪漫的甜蜜之吻 將現場氣氛推向高潮 提供引致消息 電影巨魔導演恐怖星座 惡魔形色度改變自紐約警探 軍事辦案金片 描述一位紐約警探遇上一連串詭異案件 最後發現是邪靈作亂而與神父聯手 片中是演警探的艾瑞克·芭娜 戲裡勇敢 但戲外卻因為拍攝現場多次發生 器材忽然故障 燈光熄滅等怪事 連演出神父的艾德·格拉米·雷茲 脖子上的十字架都無故斷裂 讓他演戲時都覺得背景發涼 直呼恐怖 全球大賣十億美元票房的動作冒險喜劇片 博物館金魂夜系列電影 擄獲廣大影迷的迴響 並成為全球家庭戶曉的經典喜劇片之一 擴別了五年再度推出續作 博物館金魂夜三 經典人技角色包含班史蒂勒索飾演的博物館首位 羅賓威倫斯扮演的羅斯福總統等經典人物全數回歸 他們將於今年聖誕節檔期上訂 絕對是佳節期間最不能錯過的歡樂爆笑舉作 以上就是今晚的娛樂宅集店 我是林金華 請持續鎖定KLF的聯播網 將隨時為您送上最新最快的娛樂消息 聽不了的音樂 關不了的收音機 I thought I had a number one Live the music Hit it bad 好的謝謝林金華主播 欸為什麼大家看到我這個頭褲 都覺得有點奇怪啊 很奇怪嗎 不是他們覺得奇怪 就是哪有人放在這個地方 因為大家可能是放在手上啊 然後放在綁頭髮啊什麼 就沒有人像我這樣戴的 那是巨型就是要不一樣 而且這個是我自己order的 就是我說我自己要金色而喜歡 要戴成這樣的頭褲 很好看的啊 我相信在我這樣子之後 應該開始會有人開始這樣戴吧 這個 應該會有吧 一個蜂巢 好 今天是你最後一次在我旁邊播新聞了 對啊 沒了 好開心嗎 嗯 不開心啊 為什麼不開心 這裡很好啊 那你幹嘛走 沒辦法 就是那個啊 人生的生涯規劃 嗯 好 我們 Heat FM跟所有的聽眾 都會繼續的為你祝福 希望你接下來的日子 都可以非常地有趣 也可以非常地開心 好 也祝你那個 戀愛 一切都順利 謝謝喔 還是要相信愛情啊 好 活在了 耶 有表演再來看我唱歌 一定要的 好加油囉 好 拜拜 拜拜 現在要跟我拍照是不是